纽约市长白思豪周一表示 半年来第一次全市各地又开始出现社区传播 全市七天平均确诊数高达779例 超过550例的门槛 七天平均确诊率已达2.21% 接近3%的警戒门槛 周一公布的住院人数为71人 白思豪表示 如果每日住院人数超过200人 七天平均确诊率超过3% 就可以断定进入第二波疫情 可能得再度封锁来防止疫情传播 但他也表示 现在是一个短暂的窗口期 做努力还来得及 市检测和追踪小组表示 目前全市10%的新增病例为外州输入 5%为群聚感染 而大部分都是社区感染 市卫生局将开始公布各邮地区号的 每周检测数据 方便民众了解疫情的严重程度 另外 纽约州每日的新增病例 已连续三天超过3000例 是6个月来最高 纽约州长库默周日表示 未来两个月 由于冬季的到来 疫情可能持续恶化 近日全美病例都有上升情况 冬季到来导致空气干燥 更有利于病毒传播 同时人们室内活动增加 增高传染风险 另外纽约州立大学宣布将取消明年春假放假 春季班将于明年2月1日开始 恢复当面授课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在2月返校前 都要进行病毒检测并隔离7天 新唐人记者王愚鹤 纽约报道